我們有時候都會看到有一類的題目 就是要找不超過某一個表達式 那它最大的整數是甚麼 那類似的題目呢 會涉及到一些整數論的問題 和數論有關的問題 那我們一起看看這一類的問題 可以怎樣處理 那首先 這個它要問的是 跟號7加跟號3 整個東西的6次方是甚麼 那一般來說 我們都會 又是 切一個x是等於圓式 就是不要這個6次方 一會兒我們6次方比較容易處理 那切x是這個跟號7 加這個跟號3 那單是這樣一個就比較孤單的 那我們邀約它的朋友在一起 它的朋友當然是y 那這個東西就等於好像我們rationalize一些數的樣子 我們會找到它的partner的就是跟號7減這個跟號3 那注意這個跟號7呢 它的數值大概是2.65左右 那跟號3呢 這個約望是1.73 那所以這兩個東西相減呢 這個數值呢 其實是小於1的 那這個先保持住 一會兒可能會用到的 那呢 然後 嗯 我們看到一塊東西加第二塊東西 我們要找它的6次方 即是題目要求 題目要求 我們會變成要找x的6次方 那呢 一般只是這樣做個x的6次方就比較複雜啦 對不對 那我們就試一下拍到y一起看看 嗯 簡單一點看啦 我們先進行以下的運算 又是那句啦 可能一會兒又會用到呢 那 x加y啊 這些基本運算 就是等於 這兩個根號3沒有了 就變成了兩個根號7啦 然後x乘以y呢 那 a加b a減b 那這個應該做到慣了 也就是7減3 所以x乘以y是等於4啦 那既然是這樣呢 我們接下來就可以 進行第二樣的運算了 那第二樣的運算 我們有x加y 又有xy 那可以做什麼呢 那接下來我們可以嘗試一下做這個 x的2次方 加y的2次方 那為什麼要做這個運算呢 待會你就會知道了 那首先這個 基本的代數 嗯 砌圖啦 可以這樣說 x加y的2次方 減2xy 那代回這些東西下去呢 你就 很輕鬆地計算到20出來啦 那接著下來呢 這個就是重要的步驟啦 我們呢 終於可以去到6次方了 x的6次方 加y的6次方呢 那這個東西就等於 a的3次加b的3次 對不對 那3次 所以我們 所以我們 break down 我們 break down完之後 我們起碼都要用個2次的 那所以我們要 會做鬼了這個東西先的 之前 那 令到這個6次方呢 這個數 又 meaningful嘛 對不對 那既然是這樣的話呢 x的6次方 加y的6次方呢 又是一個代數的break down 這個東西就等於 x的2次加y的2次 整個東西的3次方 減3 x的2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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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簡單啦 這個就把這兩個 那 那 這塊東西 這一條色呢 我只要把 doremi的3塊東西 那 那出來的數呢 就是 7040 好 那 x的6次 加y的6次呢 就是 7040 那 然後 我們可以怎樣做呢 我們 就 這個y 它本身是 跟號7 解光號3 那 y呢 本身 就是 小過1的 那 它又介乎0 和1中間 那所以 y的6次方 一個小過1的數呢 你把它乘6次方也好 那這塊東西 都是會介乎0 和1中間的 那 所以 我們題目的要求呢 就變成 跟號7 加跟號3 這塊東西 的6次方呢 也就是 x的6次方 那它就等於 寫得好看一點 就是 x的6次方 加y的6次方 這塊東西 減回 一個 y的6次方 那 y的6次方 是一個 小過1的數 那 所以 這塊東西 就會變成 7040 一個小過1的數 我 減1 都未常不好 對吧 那 所以 這一個我們要找 它 符合這一條式 又不超過 這個表達式的最大整數呢 就是 7039 搞定